極速傳說一閘萬金球快感 講的不是這四個輪胎 兩個輪胎都一樣有得面 他們三個在三年前因為不同原因 在一個單車討論區上面認識 之後還組成了一隊四十多人的車隊 叫做E Team 成員還包括前港隊成員梁文軒 短短三年就贏了這麼多獎 平時他們幾個都會周圍去單車旅行 我們希望除了我們踩單車 我們會比賽之外 有些甚麼可以藉著我們的車隊 可以回饋到一個社會 或者一些有需要的人 雖然個個都這麼忙 但是每個月都會參加比賽 每個星期都會約練習兩次 所以叫做百萬富貴車隊 因為他們的車 行行地都罰萬八萬 身為隊長的他 戰車更是經過精心改良 這款車架是瑞士BMC新款 年德國出品 價值四萬的車輪 整架加起來就要十二萬了 而他們身上的制服 還在幫牛下女車神 李慧斯特製戰衣那間公司買的 這麼等本 都是為了追求破風那種快感 這日他們就參加團隊比賽 由一澳站踩到深水角徑來回兩次 不過踩踩下已經有兩個跟脫了 最後衝線 雖然最後只有第三 但是也很有風度 和其他隊員握手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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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